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积木之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四十四集 熊剑飞追着拍他内裤照的鼠标打了一通 然后灵机一动 干脆拿起手机拍了其他人好几张 还照得挺有礼 等以后谁升了职啊 拿这玩意儿抽炸去 挺有想法的嘛 来来来 多拍几张 老二 够不要脸呢你 罕见 来 我们来个既有照呗 滚 谁要和你上 老二 你也太恶心啊 还记我照呢 众人弄哄着换了衣服 出了卫生间 毕竟是警校学员 几年的训练还是有效果的 下机时一窝蜂 快到出后机厅的时候 已经自动成了两行宴 迈着整齐划衣的步伐 向集合地奔来 第18号出口 队伍的前列最先看到的是 站在一辆中巴车前的许平秋 大部队到了他面前 自动停下来 像接受检阅一般 笔直地竖了两列 七航 穿了一身便衣 一点警察威风也没有的许平秋 像一个种地老农看菜一般 饶有兴致地夺了几步 延大标 是 胖了 在家吃得好 张萌 到 你们那地方下着大雪吧 我还怕你赶不上呢 赶得上 我提前出发吧 不错 会提前打算 骆家龙 徐叔好 一阵子没见更帅了 徐叔您夸奖了 熊剑飞 有 精神头不错 随谁带命 好 徐平秋将众人挨个夸夸了个遍 到了余醉跟前时 他却像不认识一样 自动掠过 余醉弯了徐平秋一眼 这老家伙是故意亮着我的 不过没事 我不介意 这样就好 非金非故的 要是对我太好了 那八成是没安好心 好 同学们辛苦了 下面 我发布第一条命令 上车 准备吃饭 易干学员洗上眉梢 陆续上车坐定时 徐平秋站在车前看着大家 这是你们在阳城市的第一顿饭 也是集训开始的最后的一顿饭 下午十八时准时集合 来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负责给你们开车的同志 叫高远 他会把你们带到集合地 都精神点 咱们来唱支歌 跟我唱 在繁华的城镇 在繁华的城镇 在寂静的山谷 预备 唱 在繁华的城 高远适时拧开了车上的音响 废音出来了 烹枪的歌声回荡在车厢里 这是唱了无数遍的人民警察之歌 即便不用心 也会哼哼出那段熟悉的旋律 鱼醉瞥着眼睛 看着同学和带队的许平秋 他心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这歌可太土了 除了整齐画一的警察方队大合唱还有味道 放到什么环境里面也不合适 特别是像现在这种 一群花里胡哨的普通装束 南腔北调的音声 简直是糟蹋这歌 许平秋似乎很陶醉这个清唱的旋律 不自然的挥手打着拍子 坐在前排的鼠标 听了高远也在哼哼这调子 不吃笑了 可不料高远回了一眼 那眼睛像放射性物质一样 拙的鼠标赶紧移开了目光 不等他再看时 高远还是一副正经驾车的样子 这人不就是个普通的司机吗 怎么感觉他这么奇怪啊 张猛在唱着 他不知道自己的声音已经走掉了 很难听 熊剑飞也在唱着 眼睛看向许平秋实 是一种狂热的表情 警察能当到这个份上 恐怕才是他的理想 骆家龙也在唱着 他唱得最好 带着雌性的声音领着曲调 让许平秋也不自然的 多看了这位帅小伙一眼 激情 热血 年轻 勇为 许平秋似乎看到了这群学员 穿上警服的样子 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想起了麾下转战在全省的属下 每届有新人加入他带领的这个团队 总让他有种饱刀未老的感慨 一曲歌吧 许平秋有些意犹未尽 我当警察快三十年了 还没你们唱得好 我准备用一辈子来学 我希望你们 什么时候也不要忘记他 哪怕是将来没有从事这个职业 我知道 在你们这一代年轻人的身上 宁愿相信谎言 也不愿相信誓言 宁愿相信我们身边 充满了坑蒙拐骗 也不相信现实里 还会能忠诚奉献 我承认 在我们警察队伍里 尸位素餐的很多 问吃等死的很多 得过且过的很多 甚至退化变质的也很多 许平秋走了几步 学员们用惊讶的眼神看着这位处长 平时要在警校敢这么大放厥诀 少说也得被封济处抓住教育几天 这样的话能从一位刑侦处长的嘴里说出来 那至少说明情况已经是很严重了 不过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这个集体 仍然是一个英雄辈出的集体 这个集体 仍然是守护正义的第一道防线 这首歌 就是人民警察的真实写照 正像歌里唱的 在欢腾的海岸 在边疆的水路 人民警察的身影 披着星光 遇着沉落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有无数的同志在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我希望你们记住 不管到什么时候 人民的安宁和幸福 永远是一名警察的最高荣誉 全车鸦雀无声 许平秋的话 很有震耳发聩的效果 比平时学校里的教员生班硬扯 有震撼力多了 其实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对孪生子 一个叫天使 一个叫魔鬼 不同的是 每个人外在表现倾向于哪一方而已 可在这位老警的面前 这群经常比谁更贱的学员们 似乎心中的天使都被呼唤出来了 肃穆的脸上满是崇敬 就像儿时对于警察抓坏蛋的那个朴素的理想 又回到了眼中 心中 有人鼓掌了 是颜德彪 跟着是骆家龙 跟着是张猛熊剑飞 跟着是其他人 跟着是余醉 这次是很诚恳的鼓掌 尽管他自认为不是一个好人 也未必能做一个好人 不过他和所有人的愿望是一样的 愿意看到更多的好人 和更多的好警察 中巴驶到了珠江大道一侧的一家海鲜楼 那饭店和北方的差异也颇大 厨房是公开化了的 在第一层有做豆腐的炒菜的 煲汤的捞海鲜的看着就热了 下车时 许平秋和高远一起进了一个小间吃饭 给学员订了一个两周的大间 坐定不久 汤 菜 主食流水般的上来了 可是这顿饭一点也不热了 或许是因为许平秋车上给大家说的那番话的缘故 大家伙吃到了一小半才开始有话 骆家龙是学计算机的 一直对他被选拔进这个集训有点不解 他看向董韶军 赵炳 你说这次会是什么训练 和咱们平时差不多吧 还不就是思想政治学习 难度大点 平时那些长跑 射击 匕首攻防之类的 强度再大点 那就不对了 有什么不对 你们看啊 要你说的这些训练 在省城完全可以完成 何必千里迢迢还到阳城市 十几个人吃喝住行 得多少开支 至于吗 就浪费经费 也轮不到咱们奢侈啊 还免费乘飞机 这种待遇啊 理论上 只有效益相当好的国企 以及相关部门才有 就是啊 不合理的地方太多了 我倒是觉得 阳城是全国的南大门 最早改革开放的城市 经济最发达 当然犯罪也发达 全国百分之三十的案件 都发生在这里 也许来这里 是为了方便观摩学习 新型犯罪的种类 以便日后在工作中应用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